我不知道您没有注意过很多的这个流行音乐里边 尤其是在70年代80年代90年代的流行音乐里边 有一种特别有意思的君鼓的混响的声音 打下去以后整个混响哗一声起来 但是呢它又不是那种特别特别长的混响 好像每一下下去以后那个混响的节奏 就跟着君鼓一起在律动一样 如果你听过很多的那个时候的音乐 尤其是如果你听过灌篮高手主题曲的话 那个君鼓就是特别特别典型的这种声音 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 怎么去用门线和混响做出这样的线 大家好我是Alex 咱们今天说的要做这个效果呢 是用混响和门线来做出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效果 最早的时候呢像Peter Gabriel 还有像Phil Collins他们经常用的一个效果 就是这个君鼓打下去以后 那个混响出了以后马上音尾会被收住 听起来呢你就会发现一个又有力量 但是又充满了空间感 充满了混响感觉的这么一个君鼓的声音 一点都不拖泥带水 但是同时又给你非常非常宏大的那种空间感 比如说像这样 所以呢我来讲一讲这个东西怎么做 这里面有两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你需要一个比较长的一个混响的时间 因为只有长的混响的时间呢 才能给你一种特别宏大的那种感觉 但是呢你需要的呢 只是这个长的混响前面的非常饱满的这一段 而后边的那个长长的音尾呢你不需要 不然的话就会一直拖下去的话 你整个这个声音就听起来非常的不自然 没有那种特别好的律动 那第二个事情呢想达到这个目的呢 我们需要用一个门线 用门线呢去帮你把你混响的尾巴掐住 不让它出声 或者是让它很快的把音量降下来 这个地方呢我们先用一个vintage verb 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大听混响 如果我现在只放这个混响的话 你听起来君鼓是这样的声音 非常标准的一个混响的声音 接下来呢我把我的门线放进去 你会发现呢它会把我把我的混响的后边的尾巴给掐住 总是有一种那种 啪 收住 啪 收住 啪 收住那种感觉 实现这个的方法其实很简单 你用一个混响后边跟这个门线 然后用君鼓本身去驱动这个门线 就是作为侧链 比如说在Studio One里面你需要的设置呢 就是混响放在第一个 门线放在第二个 这两个都是在发送轨上 然后用你的门线的侧链里面呢 去找到你的君鼓 用你的君鼓去驱动你这个在混响之后的这个门线 每一次君鼓敲的时候 这个门就会打开 就会放出一部分的混响的声音 然后呢当君鼓的声音降下去以后 你这个门马上会关住 就把你所有的这些混响关上了 如果你只听混响的声音的话 没有开门线是这样的声音 你能感觉那混响一直在呢 一直很长 如果我现在把门线开开 搭配进你的干声 是这样一个效果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说的non-linear 我们经常说的non-linear 实际上就是一个混响搭配了一个gate 就是能够帮他把音尾掐住 也就是它消失的过程 并不是一个线性的 慢慢消失 就给掐住了 所以在你调这种效果的时候呢 要注意几点 第一点呢是你有了一个大的混响以后呢 你要仔细的去调整你的这个预值 这个预值基本上决定了 你的混响出类的多少 比如我现在慢慢把它降下去 你自己听一下 现在我的门线开着 我的军鼓的这个声音 完全触发不了我的门线 也就是我的门永远都是关着的 你现在听不到这个混响的声音 当我慢慢把它降下来 看到这个跳动的这种 这是我军鼓的音量 因为我军鼓的作为侧链 来进到我这个插线的 这就是它的音量 每一次军鼓响到一定程度 时候我的门就会打开 这是为什么你听到 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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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这种混响出来 好 接下来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参数呢 是启动的时间 如果你现在仔细听 启动的时间呢 是指你这个军鼓响的 一瞬间触发了你的门线 它多快把这个门打开 如果很快的话 你这个混响出了的一瞬间 跟你的军鼓的干声是在一起的 仔细听 如果你把它放长了以后 你会可以想象 你的门那慢一点打开 那你的军鼓非常干的 一个音头出了以后呢 过一小会儿 你的门才打开 你的混响就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就是呜呜起来的过程 仔细听 跟启动时间非常快的比 老师顿一下顿一下顿一下 再往下一个参数 很重要的是你的释放的时间 释放的时间 在门线里面就是关门的速度 就是一旦你的菌鼓的声音消失 或者不够大的时候 门多快能关上 如果很快关上的话 你就留下一个特别特别短 特别卡这样下来的一个形状 马上你的音尾就会被切掉 仔细听 关门的速度非常的快 如果把它变长 相当于是决定关门的时候 它用更长的时间把这门关上 整个你的音尾下来就是一个 稍微的倾斜一些的状态 另外一个还有很重要的一个点 是hold 这个hold和release的区别是什么呢 release呢 是指你这个门线关门的时间 当你决定开始关门了 它多快 花多长时间把这个门关上 换句话说 就是你音尾的渐进的过程 而hold呢 是帮助你保持这个门一直开开 能够让你保持一定强度的 混响的声音 如果在这画一下的话 可能会更好理解 假如说我现在有混响的时间 我的启动的时间 决定了这个形状 决定了这个长度 我的release呢 决定了这条线的倾斜的角度 你可以想象 如果你有很快的启动时间的话 是这样的 hold很短 release很长 你的声音是这样的 如果你的启动时间是这样的 慢一点 hold很长 release很快 就是这样的 我希望你能在脑子里 大概有这种形状的一个概念 这个画的可能比较抽象 但是呢 希望你能够从脑子里去想一想 我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声音 比如我希望一个 军骨的混响 马上跟着我军骨的音头 马上起来 那我就需要一个快速的启动时间 但是呢 我希望这个长度呢 稍微长一些 我所谓的长一些 是保持它的力量的长一些 而不是开始释放 那你的hold就稍微长一点 然后长完了以后呢 我希望它的释放时间呢 比较的快 那就可以把release的时间 稍微调短一点 我们来听一下 如果我们把hold变成零的话 也就是说 这门开开以后 只要音量不够了 马上就关上 因为你要记住了 军骨打一下是一瞬间的事情 它不是一个持续的声音 它是啪一下 那意味着它很快的 能穿过你的这个预值 让你的门打开 同时这也很快就没有力量了 你这个门马上就要关上了 所以如果你是hold的是零的话 听起来是这样的 咱们只听混响 你现在虽然release很长 差不多一秒的时间 但是呢 因为你军骨冲破了门 马上就躲开了 马上它就会回去了 如果我现在希望能听到更多的混响的话 我让这个门保持开的状态 保持多长时间 比如100毫秒 你可以看到这块 差不多100毫秒的时间 再长一点 release很快的话是这样 我的门保持170毫秒的开 然后马上开始进入关的状态 然后呢 release如果很短的话 很快就关上了 所以这两个东西一定要调整 好好调整去达到 你想要的一个 军骨混响的这么一个声音 再跟你的干声叠加起来 比如我们现在听着这个声音 我们稍微调一下 我希望让我的 混响马上跟着我军骨的音头出来 然后呢 我希望它稍微保持一段时间 release呢 也不要太快 就是我把我的干声放进来 如果你想让它短一点的话 长一点 所以大概是这样一个效果 其实呢 这个就是像我们说的 nonlinear的那个效果 像这个插件里面 就只有这个效果 如果你现在听它的声音的话 是这样的 直听混响 你会发现你只听混响的时候 这种声音一般都听得很奇怪 不好听 你一定要考虑到 它跟你音头搭配 以及你背景音乐搭配出来的效果 很多时候你单听这个效果 可能怪 但是放到音乐里面就很好听 比如咱们听一下 如果没有这效果 以后 马上你的军骨就变成了 那种普普通通的军骨的声音 但是加进以后 马上就出了那种感觉 没有的 不过用自己做的声音的 没有的 所以大概是这样一个效果 总结一下 用你的混响 做出一个你认为OK 足够宏大 有力量 有宽度 有厚度 做你们一个混响的声音 然后用门线 调整适合的预值 调整适合的启动时间 释放时间 和尤其是这个hold 去帮助你限制住 你这个混响的音位 让它响完了以后 马上截掉 用军骨 放到你的这个门线的侧链里面 去驱动你这个门线 的这个插件 每次军骨响的时候 门打开 军骨不响的时候 门关上 达到这个效果 所以呢 这个就是很经典的 以前大家很多人都喜欢 流行歌曲里面用的一种 大混响的军骨 但是听起来又是 肥而不逆 不涂逆带水 非常的有力量 所以呢 有机会的话 你可以去试一试 好吧 那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 感谢大家的支持 不要忘了 订阅频道 咱们下次再见 好好学习 听电话上 拜拜